9月9日TVB当红小生林峰来到上海为某品牌代言 活动当天一身帅气装扮的林峰 作为该品牌的浪漫王子闪亮登场 日前曾志伟证实刘德华已和TVB冰释前嫌 即将与明年重回TVB拍摄电视剧 此消息一出女明星纷纷屈之若鹜 希望能和刘德华合作一回 然而对于TVB当红小生来说 这会不会是一种威胁呢 日前TVB最受追捧的男演员林峰就开枪表示 他很乐意向前辈多多讨教 确实刘德华是TVB挖掘来的最成功艺人之一 当年《无限五虎将》的创立 也是树立了一个电视神话 但林峰同时却认为 他现在的成绩也是在TVB苦练十多年后辛苦获得的 电机非常稳健 并不担心有什么外力能撼动自己的地位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担心 应该是很开心吧 不是担心吗 如果了解我的人呢 都知道我这十几年 我都是自己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 那我觉得一直以来我最开心的是 就希望行内不管是电视圈 电影圈或者是歌坛 他很都希望这百花齐放 健康